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的夜伤我自己悲 我去年查出了肤肤神经肿瘤 已经做了手术 喜悦1268张小房子 完成了700张 目前出现了反复的腹痛和呕吐 医院查不出病例 请师父慈悲帮我看图腾 七几年数什么的 七六年的龙 还是小肠上面有细肉啊 妇科还是有问题啊 对 刚做手术又做了三个星期前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在旗下三指的地方 对 你自己第一 要保证这个地方 不要受寒 好不好 好 第二 自己要吃一些解毒 消炎解毒的中药 好 来调理 调理 调理 好 自己呢 经常拿个手啊 先念经 念完大悲咒之后 手这么搓 搓了之后 在自己小腹上面揉 这两顺时针揉三十下 逆时针揉三十下 你想着观世音菩萨 帮你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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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的吸肉 听得懂吗 时间长了就会好 我想问你 许愿吃全素了没有 许愿呢 多少时间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是吧 没有 反复吃过没有啊 没有 没有是吧 你好好跟菩萨求吧 好吧 我现在看 有瘀血 还有其他的小的吸肉在里边 所以 不要紧张 死不掉 听得懂吗 好 只是有点腹痛 有点神经的筋软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前面 小腹子里一根筋 抽住你的腰 所以你的腰很不舒服 对对 鼓掌 听懂了吗 听懂 还是要多少小房子 师父 还要念185章 而且我告诉你 你还要忏悔你 曾经有过一点点的协议 因为这个也是受报了 对不起师父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要忏悔啊 对不起师父 放生还要多少 三千三百条 好 好吗 好 功课怎么做呢 师父目前功课 我大背咒49篇 心经27篇 往生咒59 肖哉108 解解咒108 礼佛5篇 很好啊 就是肖哉 吉祥神咒 用不着念那么多 49遍就可以了 好 好吧 然后还有一个往生咒 59遍是吧 对 你把那个 还有一个108 是哪一个经啊 解解咒 解解咒是吧 对 解解咒的话 可以剪掉 剪到78遍 好 好吧 没问题的 现在这个功课 能念好的 我告诉你啊 师父刚刚看你图腾啊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追你的人一大堆啊 开心啊 现在看看呢 现在知道 人生无常了吧 知道 好好修啊 好 不要做错事情啊 好 我告诉你啊 记住了 有一个灵性在你家里啊 是要多长小房子 听到声音吗 有 有 做到噩梦吗 没有 没有啊 家里左面进去 第二个房间 左面进去 当中啊 这个地方是放什么东西的 这个地方是我女儿的房间 不经常回来的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你知道了 不经常回来这个房间空的放个床 我曾经给你们讲过的 空房间不要放个床 回来了给它搭起来搭个床 平时不要放床 放床的话 你不睡 人不睡 鬼就来 听得懂了吗 请问师父 房子的小房子要多少张 这蛮麻烦的 经常有声音啊 听不懂啊 明白 你自己这样吧 先念 先念三十六张吧 好 不行的话再念二十八 好 好了 请问师父我下个月四十三岁 请问这个结果了吗 守什么 七六年的龙 再念二十八张小房子吧 好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已经跟你说了 你死是死不掉的 好 就是会很痛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努力 师父我小房子的质量好吗 还可以 还可以 月障比例和图腾颜色呢 属龙是吧 对 白龙 白龙 月障比例蛮高的 要三十三十二 有三十二 三十二号 好了 好 师父帮我看一下我家里佛台的位置正确吗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佛台后面就是沙发 每次我磕头的时候家人会在那边看电视 就是不好啊 但是有割一刀墙 割一刀墙 割一刀墙有什么用啊 但是你我现在看你这个佛台跟这个电视机沙发还是有点偏的 不是正对的 所以就没太大的关系 好吧 以后记住 磕头的时候不要叫他们看电视 或者他们看电视的时候 你不要磕头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 你很苦的 台长点你两下 你的感情运很苦 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 你有点孤寡命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听得懂 婚姻不满意啊 听得懂 会有 对不起师父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自己业障啊 自己背啊 年轻的时候太牛了 好了 好 感恩师父 感恩